大家好,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整员运动 新建一个程序文件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弓箭上标记三个点 我们拖动机器来标记圆的起点 继续拖动机器来标定圆的中间点 就拖动机器来标记圆的中间点 这样标记圆的三点就标定完成了 我们开始编写程序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P2P至圆的起点 点击整员运动指令 选择整员的中间点1 选择整员的中间点2 点击添加 切换到自动模式 我们运行这个程序 可以观察机器人正在开始进行整员的运动 以上就是关于整员运动的讲解 谢谢大家